空拍机拍下这段画面 乌克兰军队在基辅的东部郊区附近 向俄罗斯的军队坦克装甲纵队开火 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坦克车队受到严重的攻击 冒出浓浓的黑烟 并且因为闪避不及损失相当惨重 根据乌克兰这边的情报 坦克团的指挥官在袭击当中丧生 而乌克兰军方拦截了俄罗斯士兵之间的谈话 其中一个人报告说 第六军团差点全军覆没 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基辅附近反击 而根据英国情报局的资料显示 在基辅西北部的一支大型俄罗斯军队 在过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内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持续遭受损失